講求學院院院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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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蘇果園的交友在你圖頭 在台灣會過一般試練的很多 那 今天呢 我們很高興一人邀請到從華府來的黃青山博士 來跟我們講一些有关於花會的 或是一些博士什麼 割畫面穿的一些詳細 那我不曉得你们有没有注意说 黄博士他的那个文章 他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很精闭 然后又回头写了什么 就是说生日就这样 那他现在本人有幸 刚好来这边我们邀请他来讲 我想对大家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不敢不敢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请黄博士 跟我们欢迎好不好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我是来学习的 因为家座这边卧龙藏府 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东西都可以种出来 我是从Washington DC那边过来的 所以那里天气上 还有那个地点也是 那个都有限制 不像这里好像比较宽阔 特别是气候 这比特别好 不 anyway 我今天选 对不起我会不会等到 有没有可以 我站这里可以不可以 还是 OK 我今天特别选一个这个题目的原因 就是说总是要找一个东西 来做concentrate 我要讲的东西 因为我懂得还是有限 不能说天花乱罪 什么都讲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这个 跟书位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秀求花 一些有关系的资讯 那当然你们之位 可能懂得比我更多 请你们随时 指教指教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请你们随时发问 OK 好 我们现在开始了 对 我要先谢谢 这个 这个 怎么讲 诸果原力交流在美洲的一个 我们有一个Facebook的联络网站 他就是Simon Simon Hsu 他邀请我过来 跟志卫 讨论一些问题 所以我先要谢谢他 而且他好像家里也是 做了好多好多东西 甚至有一个 他现在最近 他说他家有一个单半的 枝子花 红金啊花 台湾花 我从来这里 美国从没有看过单半的 不晓晓 不晓晓你们也没有看过 原因是 复办的这里很普遍 就是美国这里 那复办不结果 所以你要拿到那个红金啊 那个是 自然的染料 黄色染料 你拿不到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不会从台湾过来 所以我现在很期待 他说种成功 开花结果 OK 他说他一个 女花仙子送给他 我不知道花仙子是哪一位 有没有在这里 Anyway OK 那是题外话 OK 好 我们现在开始好了 我把这个做一个简介 就是说 修学画这个东西 分布很广 亚洲当然有很多 然后美洲也有 不只亚洲 所以美洲 亚洲都有 所以种略也超过 70到75种 那这75种 大部分是灌木 有一小部分 是矮矮的小树 然后有四种 是爬藤类的 大概这个比较少见 是没有错 是比较少见 但台湾就有三种 我说台湾原生的 就是说台湾本来就有的 有三种 有四种里面占三种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 所以说台湾是一个宝岛 前几天我把在他那个网站 我po 就是说从别地方拿来的 从那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他报道一个叫 也姓台湾 只是说他把它翻成这样 Wild Taiwan 我不晓得有没有 有些人看到 有没有 你有没有人看到 有 拍得很棒 而且介绍很多东西 台湾的确是很多东西 等一下我会特别介绍 台湾的那个 特别有的绣球花 我们有七种原生的 OK 那等一下 现在再说 然后最常见的 在美国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到处可以看到的 这一种叫做大叶绣球花 这一种 我想你们都看过了 圆圆的紫色红色 甚至也有白色的 我们有提到说大叶绣球花是最popular 尤其至少在美国非常popular 所以大家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一种 它是落叶的 就是说冬天都会掉叶子 听不懂 哦 谢谢 谢谢 OK 它是落叶的品种 有些不落叶的 但这一种 特别是这一种 是落叶的 怎么 OK 这是这两种最普遍的 好 那它的花形 主要就是说 它花的形式很多是像球形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 刚刚有看到嘛 这都是像球一样 所以绣球花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来的 因为它像球 然后我们知道 它又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有一种不是这一种 就是大叶不是这一种 另外一种啊 我有一个照片给你们看 它旁边有八朵白色的花 这是台湾特有种 这是台湾特有种很少 OK 我等一下会有 这里是有 因为有一个网友 他在Facebook 我会提一下 因为我不认识这位女士 但是他把它post出来 我会把它放出来 它因为有八朵白色的花 它白色正好是白色 不是一定是白色 所以我们有一个书名叫做八仙花 就好像说八个仙围起来 这个很吉祥的名字 原因是这样来的 所以还有呢 好像大家都知道吧 抛袖球 抛袖球找一些 对啊对啊 至少是古代 是有这种习惯 因为从前都是父母之命 或者没勺之言 然后有时候这样又不好 所以干脆用抛袖球 不过我所了解 抛袖球能来的那些 你都是经过选过 初选过 就至少合格的 才有机会进来 捡这个袖球 不过anyway 所以袖球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这很美满 圆圆的嘛 看起来很丰盛 很美满 所以用这个 代表他的吉祥之意 所以有这个故事 或者真的 从前是有这么办过 用抛袖球招亲 你们有没有这样来的 请问各位 你啊 你是不是抛袖球来的啊 哇 你是不是学 Football Catchel 是不是Catchel OK 所以就是这个典故是这样来的 好 他也 他要是从乞丐捡到绣球 9号就要乞丐 对对对是没错啊 照理是这样 不过我刚刚讲过 他这个抛袖球 大部分都是富有人家 有名望的 所以能进去 参加这个抛袖球的 已经争选过了 我也了解 这是我的了解 不是随便便到大街上去 做这件事情 我想不是 OK 没有一个是坏蛋 至少大概是这样 假如我是这个父亲 要给女儿这样抛袖球 我会这么做 OK 好 那一定一个名字 叫做雪球花 一定像一个雪球 白白 漂亮漂亮亮 圆圆的像个雪球 这是他另一个俗名 那日本 我为什么特别讲日本的原因 就是说日本人对这种花很喜欢 所以他有他们自己的名 特别的名字 但他们怎么来的 对 它叫做紫阳花 这个字是用白鞠翼的一首诗里面的名字拿出来 他们也不晓得这个花到底是什么 就把这个名字套上去 所以他们每年的六月 哦 已经六月了 就一个叫这个绣球花 这个紫阳花的花季 很多人去参观 所以有一些日本人的名字 就这种花特别叫做紫阳花的七变花 他们就这么讲 七变花的原因就是说 绣球花从开始 最先从花袍开始是绿绿的 逐渐变白变黄变黄变白 然后根据一些情况 也变成紫色或者蓝色或者红色 就是说一个过程是这样来的 就因为它花变化很多 特别说是季节的时候下雨啦 因为你知道鱼是酸性的 下雨啦 或者你用了肥料的问题啦 土壤的问题啦 它花有很多颜色 所以叫做七变花 所以日本人至少日本女人啦 就被人家有时候说 哎 女人心向海底针 听说过没有 所以他们用这种花来形容女人的心 因为七变花 有七种可能 是不是 对男人来讲 周末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 这是这个原因 不过这样好像也不太公平吧 现在男女平等 所以他们又反过来说 嘿 男女有些用情不专啦 是不是 所以欺骗花也可以用在男人身上 是不是 这是日本一些那个resort 就这个季节 我说六月是他们的那个 秀秋花的季节 很多人去参观 我没有去过就是啦 不过我看过很多照片啊 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去整理 尤其大花园啦 神社啦 他们都又很用心去整理 然后各种花色都有 为什么有各种花色都有 等一下我会解释 或者说说明一下 好 刚刚有一个说 我秀一个花 一个八仙花有没有 有一位女士说没有看过 这种花它有两种花凑成的 一种叫做运性花 它会截止 会受运截止 OK 另一部分不会 就是说外面八朵白色的花 我刚刚那个照片 我想用这个 刚刚同一个照片 外面这个叫不运花 它不会受运的 那干什么吗 它是用来招风引蝶的 因为它很靓丽嘛 昆虫什么都很远 你就看见 哇 那个好多花好漂亮 他们就想过来 事实上 它想受运 就是会截止的是中间部分 紫色的部分 这种花很漂亮 是台湾特有的 就是说 从前只有台湾有 没有 别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 这种花是很特别 然后这种花 另外一个特色 我刚刚提过 绣球有七十五种 大部分 可以说绝大多树 都是白色的 除了刚刚提的大叶绣球花 刚刚讲的 最后抛绣球那种 颜色有紫色 红色 蓝色 黄色以外 这种也会 就是外面那八朵花 也会随着同样的因素 会变化 同样会有紫色 红色 蓝色 都有 所以很特别 这种花很特别 所以就有人去拿来 混种杂交 等一下我会给秀 那个照片给你们看 那这种白色的 刚刚讲的白色花 它是一种恶片 就是说只是show off而已 就是说我刚刚讲 招风引蝶用的 OK 它本身不会截止 这个就是一种 就是在美国这里有的 虽然跟刚刚那个样子不是很像 但至少我猜测了 因为这是一个 有一个版友叫 Cone Fan 不晓得没有来 今天没有 它加重的 我是从它的Facebook拿出来 借给大家看看 它就是那一队的 就是旁边有那种不韵花 它不会截止的 不会受韵截止 但是这样看起来很漂亮啊 是不是 中间那个才是它会截止的地方 另外一个 这个更漂亮 因为它颜色的变化 刚刚我讲过 这一种很难得很稀有的绣球花 它周围的会随着情况 Again 这个情况我等一下再一起讲 会改变颜色 最特别漂亮是这个原因 那我提过了 大部分 七十五种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白的 那这种刚刚讲的大绣球 为什么大家很欢迎 就是说除了容易种以外 它花色很多 可以有很多变化 所以大部分的花园啊 家里啊 个人都喜欢种这种 人家送礼也是 我这个过年过节 要送给朋友 不是要找这种 因为很漂亮嘛 然后有些是 因为也太大涨了 它得不方便送 不过这个可以 就是这种绣球花可以送 这种是蓝色的 粉红的 这是我家里的啦 蓝色跟粉红都是我家里的 它的变化 最先开始 它刚花包要开放的时候 还没开以前是绿色的 跟叶子一样 是同种颜色 然后这个绿色呢 它开始张开 就是花要开的时候 逐渐变成乳黄色 这乳黄又变白 变白了以后 就根据那个土壤的一些因素 最重要就是酸碱度 你们知道酸碱度是什么吗 土壤是酸的还是碱的 还是中性的 根据那一个会有变化 酸性的它是蓝色 假如你的土壤是碱性的 它会变成紫色 或者甚至红色 就是说看碱性的高低 当然太高 碱性太高它也不行 它不能忍受太高的碱性 比如说 大概你们知道 那个pH是从1到14嘛 那7就是中性 那它到中性都没有问题 但假如是你用到7.5 它这个花就受不了 碱性太高它受不了 它叶子变黄 就活不下去了 可以这么讲 所以也不能 那种只能 你想红色 可以把pH提高 但也不能提高超过7.5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pH 这是刚开始 好 我把这个pH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你现在不必强计 因为这东西很容易 我自己有时也都会忘掉 或者是什么 它是在5跟5.5 会开蓝色的花 pH 然后5.5至6 会看成橘淡乳白色的花 所以我说有白色的花 是从这个时候 只要你pH到6.5 就开始变红色了 从粉红开始 然后6.5到7.5 变紫红 就是大红那一种 就是它pH的范围 会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pH 为什么因为pH就变颜色 因为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铝 土壤里面 我们普通的土壤 大概有八个percent 含铝量有八个percent 然后我们喝了自来水 它在处理的过程 都要用明凡 你们听过明凡这个字眼吧 明凡就是铝 用铝的成分做 所以你用自来水去浇 我会把铝也浇上去 铝为什么这么重要 对它来讲 因为铝会跟花的颜色 我们说花色素 或者花青素结合 这个结合的量 铝跟花青素结合量的多少 决定这个颜色 很多它就是很蓝 少一点就比较淡蓝 很少就变成接近白色 开始变成红色 假如几乎都没有铝的话 当然不可能 因为土里一定有 很少的话会变成红色那一边 所以就是说 这个铝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平常因为土里很多 我讲这很多嘛 所以平常我们没有谈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是个原理 但是很难说 有时候因为你种一个花 同一个地点 几年都不动它 所以这个铝真的是虚收完了 所以有人用席薄 你有没有听过说 把席薄埋在根部 所谓席薄不是席薄 是铝薄 席是我们通常叫席薄 事实上用铝做的 那个铝薄把它放在里面 不然用明反水 把它浇上去也可以 当然要稀释了 不能用很浓的 很浓它还是受不了 就是这个原因 它一定要铝 没有铝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变成只有红色 你没有办法调整它 但是事实上它也需要铝一个成分 然后当然其他因素 磷、氮、氮、钾 会多少也影响它的发射 不过那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铝 所以我刚刚讲过 它铝的溶解量跟pH 有直接的关系 越酸铝容量越大 你看到铝多的话 它原则就越蓝 这是一个原则 但你们不必记这么多 反正就是说这个原理在这里 平常我们只是谈pH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谈的是谈pH 但是是铝很重要 或者说你想想 我这个蓝色的 我不想要 变成红色 我喜欢红色 For example 那你就用一些石灰 把那个土 刚开始种的时候 可以加上去 或者以后加上去 把它变成碱性 它花就会变成红色 我有朋友在困难说 嘿奇怪 我从花店买回来 明明是我喜欢蓝色嘛 一种怎么明年一开 变成粉红的 我哪里有弄错了 它怎么变种 嘿不是变种 是因为土壤酸减度的问题 我解释一下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 这个情况你就要自己先控制 你喜欢 你无所谓就无所谓嘛 有所谓你就要先控制一下 用柠檬酸 那一温醋 很淡的醋 也可以控制这个 PH值 但不要太浓 就是一定要慢慢的 每天浇水 或者几天浇水的时 加一点加一点 慢慢的 不能很快很快 它太快了 它也受不了 我刚刚提过 不能加太多石灰 七点五以上 它受不了 它变成叶子变黄 当然变黄的原因很多 这只是原因之一 这个大概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不过变黄的原因 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了 其他营养成分 比如说胛啦 磷啦 也都有 我这个东西 事实上我已经post在 我不晓得你们几位有看过 我都post在里面 所以里面有这些详细的资料 你们可以先去 要看的话 可以去看看里面的detail 这个都可以跳过了 好 那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至少 这个也是一个伴有家里的花 他说 我的花怎么会有一颗两个颜色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这个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紫 在右边一点 那个是小点紫红色 这边是粉红 那边右边又不太一样 他说为什么 这是另一家 叫Sherry Huang 没有来 Anyway 这颜色就是同一颗 会有两种颜色 为什么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彩虹玫瑰 你们知道吗 怎么做的 怎么知道 你们知道吗 应该可以像是一颗颜色 像是一颗颜色 像是一颗颜色 像是一颜色 对对对 这个同样的原因或者道理 我记得小时候 家里在做红骨粿 用粉红的带 带附带 我就把它泡泡水 然后拿个白色的花 插在里面 哎 第二天变红了 跟这个原因一样 所以刚刚说这个 为什么 花有两种 同一颗会开两种颜色 就是说它地头 它种的地方 那个PH值或者铝的成分不均匀 可能左边是酸性 右边是碱性 就是这个原因 原理都一样 跟那个刚刚讲 那个彩虹玫瑰一样 它吸收的东西 使它的花色 变成不一样 没有什么很特别 不过这颜色很特别就是 不过你自己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来讲讲说 为什么有些花不开 特别是大叶绣球 原因就是说有两三个 第一个 在这个特别在东部 或者北部 这里大概没有这个问题 大概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春天 Support应该天气温度很暖 结果它还是晚上半夜很冷 所以本来叫成 迟来的早春冰冻气候 我们那边常常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想 比如说我家的民宿 两三棵都一样 全部冻坏 已经两年了 去年到今年都一样 全部花很早开 结果冻坏了 没有剩一颗 没有剩一颗 朋友一颗要来要 我说没有没有 今年没有 去年没有 今年也没有 所以这样 这个原因会把那个 绣球的枝 动坏 动死掉 因为一个原因就是说 绣球花是要一年老的枝才会开花 你们知道吗 今年长的枝不开花的 新枝不开花 所以必须是去年的 那去年都给动坏了 当然今年不开花 这是一个原因 比如这个就是我们那里冬天的样子 突突的 什么都没有 也很难看 但是我也不能把它剪掉 因为剪掉明年就不开花了 那动坏变成这样 从那个根部 长叶子出来 这表示啊 去年这些枝条 一年老的枝全部动坏了 所以这也是我家里的 就这样 就这个样子 就知道说 今年没希望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修剪 就是说你看起来很难看的话 修剪要注意 不要把一年老的枝剪掉 一剪掉明年就没花看了 这是一个例子 长得好茂盛 好茂盛啊 你看这么大一颗 结果一朵花都没有 为什么 一年生 原来这个owner 他说这刚刚我能看那个老枝很难看 所以就把那都把它剪掉了 明年长得很漂亮就是这样子 叶子也漂亮 整团得很漂亮 哎 梅花一朵 一朵都没有 等到他知道这个原因以后 你看 变成这个样子 就插在这里 这就是说不开花的原因 很重要 还有 有些品种不合当地的气候 当然这里加州大概问题比较少 我们东部 北部 在花店买的 很多都是从别地方送过来的 尤其过年过节时间不巧 或者说青春节什么节无所谓的 反正时间不巧 一定要从别地方送过来才有我们那里没有 结果它就不适合我们那里的气候 因为我常常也是这个样子 人家送的花就是把它种起来 它不长 因为它不适合我们那里的气候 这里也我想也有关系 就是有些花喜欢有寒冷的冬天 它要 Cheer hours 比如说有些花要几天 几个礼拜 甚至整个月有冰冻的气候 它明年才会开花 你没有冰过冰冻 它不开花的 那同样的道理 有些花不能冰冻 一冰冻它就不开花了 所以这个跟你买来的地点有关系 它是里面这里适合的品种 还是不是这里的品种 叫一个朋友 他特地请他妹妹从这里寄 茶花到玛丽兰去 他说哇 好漂亮好漂亮 寄过去 但是种起来不行 活不了 人家一动就动死掉了 根本不行 它不适合我们那边 好 Yes 就是回到刚刚那种开花的第二个 这个 第二个就是修剪的问题 对 你刚刚那个照片就是说 假如去年修剪过度 今年光掌夜 然后不开花 明年开得很漂亮 但是它每年都剪 那一定不好看 它不明了道理 它不明了道理 对 可是假如说是你今年开满的花 OK 怎么样去修 让明年可以进去开花 哦 你记得那个花会卸掉嘛 卸掉你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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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dhead 花球什么那个可以剪 因为它是一年老的枝才会开 两年的你就可以把它剪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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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新长的 对 不可以剪 因为开花过后 你要把那些 deadhead 就是说 卸掉的花要剪掉嘛 那个可以剪 因为那个已经不会再开花了 两年就不开了 它只会一年老 OK 所以是可以剪 问题是要剪对啦 不能乱剪 OK 可不可以很很能剪 还是只能 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你必须 因为地步够大 保持习惯 对对对对 保持它的形状跟 它长的范围 可以可以剪 但不要剪太过分 比如说今年是薪姿没有臭 你不能从头剪掉 那你没续唱啦 OK 你只能把那个 因为要把它保持它的形状 上面剪一点可以 它下面还是会开的 OK Yes 等它全部都干掉的时候 你怎么分它这一年会要剪 这个你就要注意啦 对 你对于一个花头 你那个花碎掉 花还在那里的时候 你就要剪 你不能等到 那个花全部掉掉光光的 你什么都看不出来 那就太慢啦 因为不好看 你卸掉的花在那里不好看 看起来 我们有一种特别 美国有一种很特别的花 这种绣球花 我等一下会绣给你们看 那个也是台湾的原生种 很特别 那个你花一卸你不剪 刮在制作上很难看 我太太说好像垃圾袋挂在那里 就是垃圾那个样子 所以你还是要剪掉 但剪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把薪姿剪掉就是啦 OK 所以普通都是在七八月以那个要财修剪 不能太早剪也不能太晚 就是说等花卸掉 可以才开始剪 我刚刚这个报过啦 好 我来介绍一下台湾的这个原生的绣球花 因为台湾 我送过一个 最近送过那个 美国那个地理杂志拍的一个叫做 《野性台湾》 这支video 你们有没有看过 呀 才出来不久 还得到一个特别摄影奖 OK 有机会有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post在我们那个网站里面 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很有意思 所以我现在介绍说台湾 原生的绣球 就有七种 而且七种里面有两个是特有种 你们知道特有种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很难得 好 第一个叫做 Sia Ban Ba Sen Hoa 这是它的花的样子 跟刚刚秀的那个差不多 只是说它 它不会变颜色 这种不变颜色 然后里面的花是黄绿色 所以也不错就是啦 但没有刚刚那一种那么特别 那第二种叫做藤绣球 藤绣球它就是一个藤 它会往树爬树爬墙都会 这一棵我照 我是站在地上往上照嘛 所以这不少四五十尺以上 爬这么高 而且开满花你看 整只开满的花 树很大 蛮大的 它整个树都包围起来 所以开很多很多的花 只是说它花本身 我秀给你们detail 也是普普普通通啦 就是说外面是白的 里面是黄白色 而且有点稀稀疏疏的 不过整个来讲 就是这颗花来讲也是很特别就是啦 你刚刚看看嘛 也不是很特别吧 你家里有种植这个 大概邻居都会来问 这是什么啊是不是 是很特别 那它会爬墙 有些地方石墙围墙 突出的不好看 它会爬墙的 它有须根 会长须根爬在墙上 好 第三种叫做高山藤绣球 这个就是台湾的特有种 刚刚已经绣过了 就是这一个 它的旁边这个所谓八仙花 这不韵花也会变色 所以这PH值会变色 它里面是紫色的 一分是白色的 培顺起来很特别 这是台湾特有的 好 再回去 好 再第四种是华八仙 它也是长绿 它是长绿的 这个不落叶的 然后它也是四月开花 还是白色的 那在蓝与绿岛都有 它不是倒刺 它在中高海拔才有 那再下来是叫做大枝挂绣球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绣球画 平常我们这里看不见的啦 老师说这里美国我没有看过 是什么样子呢 旁边有一个像一个 它这已经开始开了 我没有那种还没有开 等一下我拎一种花给你们看 它像一个球 大枝挂绣球 还像那个球 我用拎个给你们看好了 这种 样子就一样 它还没有开以前 是这个样子 像一个白色的球 它有六片白色的盖子 把它包起来 花蕾啊 就这样包起来 那好像蛋浮开 只是蛋是圆子 蛋不是长方椭圆形的 它一浮开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另一种 叫做长叶绣球 也是台湾特有的 你看不是很特别吗 旁边是白的 里面是紫色 然后你有这个盖子盖在上面 就是等一下 以后会掉掉了 不过就是说 这很特别的 也是一种 很特别的台湾的绣球花 刚刚这个是大枝挂绣球 然后叫做长叶绣球 就是刚刚这个 紫色的 还有最后一种 第七种 叫做水亚木 那是说中文的袁立明 我们这里叫圆锥绣球 因为它开的花 至少美国种的那种栽培种 是圆锥形的 东部我常常看见 大概有快一尺高 那个花本身 然后直径可能有八寸 就我的手掌这么大 所以是很漂亮 我弄给你们看 这照片不是 它是一种小树 它所谓小树也不是这么小 它可以跟房子长得一样高 但不会太高啦 跟那个房子差不多高 十来一尺 一二十尺这种高度 然后整棵树都是这种花 而且开始是白的 我旁边这个是白的 然后比较久以后 它会直接变红 当然红不是大红那种红 但就是纸红色 这边可以看到一点点 开始在变色 所以是很漂亮的一种花 这是台湾的原生种 什么再讲一遍 跟童花没有关系 这是绣球花 是绣球花 我们讲的绣球花 不是圆圆就是 不像一个我们那个 有没有 traffic cone 有没有 你把那个停车场 我不要人家停 放一个红色的那个 形状就是那样 只是当然差不多 没有那么大 只是小一点 才八寸直径 高度差不多接近一尺 然后整棵树 你看整棵树开满花 那这个它有一个简称 叫做PZ 你知道你去花店 我不想这里有没有 因为我知道 要在北部东部才有 这里我没看过 大概是需要冷冻的时候 机会它才会生长开花 我猜啦 大概是这个缘故 因为这里我实在不熟 所以也是很特别的一种花 那这叫PZ 那个P就是它的书名圆锥嘛 PZ就是Peniculata 这是拉丁文啊 意思就是说圆锥形的意思 那Grandiflora这个字 代表说花很大的意思 所以它有一个缩写 就是说你去花店 叫要买 就说我要买一种PZ的绣球花 PZ OK 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只是一个缩写 不过有一点就是有些花店 它也是搞不太清楚 以为PZ 随便这一种都叫PZ 不是不是 特别花很大的这一种 长得很高才叫PZ 有一种比较矮的 六尺八尺最高的那种 那个这就不叫PZ 它不是Grandiflora 它花也小一点 形状一样 但花小一点 OK 我刚刚就介绍 七种台湾的原生种 有没有问题 我还有一点东西再讲 请问 请问你刚才讲的那个土壤 PZ变的时候 那个花颜色也会变 那假如说我那个土壤是碱性的 我怎么把它变成酸性的 OK 这个你可以加 刚刚讲过 明凡水是酸性的 明凡 醋酸 柠檬酸 硫酸不好 硫酸比较危险 而且不好 硫酸有毒嘛 锁起来 硫酸不好 硫酸是有毒的 所以不用 柠檬酸 明凡水 明凡 它也是酸性的 这一类的东西 但不要用磷酸 磷酸会限制雨的吸收 所以不要用那个 假如说你有酸性就用 你要看看情况 不要用磷酸 除非你要开红色的花 可以开用磷酸 因为它限制铝的吸收 绣椎花会吸收铝 这个铝 结合花青树或者花色树 才展现蓝色红色白色 才这样来的 OK 好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个很好笑 以后有点傻的问题 如果你说要酸的话 掉下来的橘子 那个火值放出 应该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 那个橘酸可以 可以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对 所以它比例要多少 哦 比如说你用那个 我说明凡水 它要千分之一的浓度 千分之一的浓度 对 我说我的文章里面 不晓得你没有access to it Simon Simon 他在忙 你可以假如有问题 Simon 我不晓得他们这 来听众 可以不可以access 我们那个Facebook 他要问一些detail 比如说我要加酸 要怎么加加多少 当然我可以慢慢解释 但是那个解释 东西太多了 就是你有时间慢慢看 然后看你有什么东西 采用什么东西 再去对照 要怎么弄 那就是到我们的Facebook 那个 蔬果园艺交流在美洲 这个社团里面 看一点 对啊对啊 因为detail 那能不能公开给他 就是 那个Facebook 你们知道吧 脸书 他不知道 那你搜索 那个用中文搜索 就可以叫 蔬果园艺交流在美洲 然后你申请加入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提问集 那我想那个黄公司 就会看到 对对 其他人也可以看到 也都说多少 尤其都会有经验 都可以帮忙的 对对 这里很多人种 我刚刚那些花 就是这一些伴友 他们家里的 好 我们刚刚 好 请问 一个问题 那个 我种了一颗无花果 那个夏天太热了又缺水 嗯哼 慢慢的叶子都要死掉 那样子要干燥 那我就害怕 那个怕那棵树活不了 对 我就把那个厨房 那个厨余的那个水 厨余倒掉了 剩下那个盆子我没洗 我就把那个水 那个自来水倒进去 用那个葱 不知道什么水 反正是厨房的水 我就给它浇下去 那一颗无花果 一直就是慢慢的 叶子都要淹嫩 都要死掉 冷起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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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用厨房的水 你不能用厨房的水 好 等一下再跟你讲 不过 不要用厨房的水 那厨房一定有油分在里面 有油 他不喜欢油 绝对不行 植物每一个 我不晓得哪一个植物喜欢油的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 好 当然有人说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把那个盆子吃完 什么样子吃 吃也不得到 OK OK 好 我们再说 我私下再跟你讲 好不好 OK 好 我们现在刚刚提过 台湾有七种原生种 美国有四种 也许 大家知道也许 好 我把它大概讲一下 第一种叫做野兽球 这是他们的英文翻过来的 Wired Hydrangea 它是一 它你这一个 这一种秀球画是原生种 美国的 OK 特别是在东岸 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有没有 我没有被揪出来 我没有被揪出来 它就是原生种 它培养出一种很特别 很漂亮白色的花 叫那 Annabella 不晓得这里有没有 因为我知道是在东岸 原生在东岸 不晓得这里有没有 我先给你一个照片看看 这种 这是从美国的野兽球培养出来的 它很漂亮 白色我们说 雪球花 这真的是像雪球花一样 开的满满的 而且这种花有一个特色 它不太怕你把它剪 甚至你今年的剪那一部分 它还是照开花 它这个一个特色 很特别 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 Again 我知道东岸有 这里有没有 OK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叫做 好啦 我再讲第二种 灰叶绣球 エッシュ エッシュ 就是说它灰灰的 叶子是灰灰的 也是在东部 从东 东 东部的上头一直到 往下到 南部到 Giojia 他们都有 这是第二种 这是图案 它的样子 第三种叫做 相叶绣球 相树 这里有没有相树 有没有 有没有 它有一个好像是什么 它不是圆的叶子 不是的 不是长长圆圆 是它有缺口那一种 就是那一种 它的叶子像那个相叶 这一种 像圣诞楼 也不是圣诞楼 你看它的叶子 有没有 它有三叉 有点像手掌 但是只有三个指头 不是五个 像圣诞楼 那个样子就跟相树的叶子一样 因为相树很多种 我知道也有圆形的叶子 小小的也有很多种 这一种 特别是这一种 因为在东部 至少东部这种 像树很多很多 它开的花就是这样 有点像我刚刚讲 那个PG那一种 但没有那么漂亮 这个长得不是很均匀 有点稀稀疏疏的 但样子就是那个样子 Oleaf 我们再谈一下它的毒性 修修化汉的一些毒性 所以你不能拿来吃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我所谓的毒性就是说接触 你常常去摸 特别说是喜欢用自己去插花 花店在卖花 要注意这一点 它因为有毒性 你有些人皮肤敏感 那不是说你一接触马上 说不定有人这样 不过一接触就怎么样 不一定 有时候经过好几年 你慢慢慢慢的 好几年后 你才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要注意 只要你怀疑说自己 有没有那种敏感性 或者说不晓得 你最好戴手套 在处理的时候 你要剪脂 插花 摸来摸去 这个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有一种毒性 它是接触性的敏感反应 接触性的 皮肤会发炎 变肿 发肿 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吃了会有 刚刚讲 它吃了会 三痛 腹痛 腹泻于小孩子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呼吸急迫 变血 好几种反应 就是它是有毒的 要小心 另一种就是 这是跟插花有关系 或者说家里 你自己想把它剪一剪 切成花是很好的切花 可以切起来 剪下来去插花 实践上怎么样 刚刚用了一阵子 实践上还可以 OK 要三点多 还可以 OK 我也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把那个花剪下来 拿进来一插 好像没多久 一两个小时之内 那就卸了 很奇怪 才从花园剪进来 怎么搞的 这么快就卸了 它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就是说它一种 好像一种细菌 它跑到你那个 绣节花的那个 经里面去的 就像有些你知道 种那个小黄瓜 它一长了不是很久 就萎缩 哭死了 那个原因差不多 因为细菌感染 然后使它那个水流 没有办法送进去 送到那个花梗里面 所以这个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把它拿来 也有两个办法 你先把那个放在 你一剪掉 就把它放在水里 就当水要干净的水 不是脏水 避免那个细菌 跑进去那个 剪掉的 剪开的伤口 然后拿回来以后 拿到从花园剪了 他说你不是马上要处理 等一下再来 拿进你以后 你就把它剪到正好 你要插花的长度 大开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 沸水两分钟 两公分三十秒 不是两分钟 它只熟掉了 把那个伤口三号处理过 然后那个细菌就进不去 就这样 然后它就发觉 不会说一两个小时就卸掉了 因为水分就可以送上去 那个 不会因为那个细菌的生长 然后使它水流挡掉了 或者另一个方法 用明帆 你把那个剪口 放在明帆里面 同样有一个 同样的道理 这个细菌就不会长 因为酸性 细菌太酸它也不会长 太简当然它也不会 但中性它就会长 所以这个是另一个方法 好 那你要 就要成长很快 因为剪下来 擦汁擦水 就可以长根 种出新的 这是很容易的方法 好 我还要讲一个这种叫做 Tinting Yellow Hydrogen 这一个照片 有时候去花店 或者说特别是去参加婚礼 也看到说 嘿嘿奇怪 他们这里的那个 秀秀花怎么颜色都很特别 因为我们所知道 大部分不是白色的 就是蓝色的粉红的 大概就是三种颜色 而且它这个不是 有黄的有绿的橘色的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种类 不是不是 这是人工着色的 刚刚讲的那个Rainbow 那个彩虹棉贵一样 是人工着色的 但它一朵可以卖你十几块钱 因为很少 而且它真的是要需要工夫 要一种那个 它普通是用碰的 用彩色但用碰的 小心的把那个 原来是白色的秀秀花 小心的碰成一朵 好像黄的红 紫色绿色什么都可以弄 它可以卖你很贵 但假如你知道 你可以自己来 就跟那个彩虹玫瑰一样 你去买一打五六十块 它就敢卖 只要你自己弄就不必那么贵 这个道理一样 就是这个 好 那我就想到这里为止 看还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 请问 我提到那个叉枝 那因为我试过 几次都失败 所以我在想说 我挑的那个枝条 应该是挑错 那么麻烦你讲一下 怎么样去挑 可以叉枝成功的枝条 当然你要有 刚刚我这个 这个当然你要用比较嫩的 不能太老 太老它不会长根 太嫩的 太嫩也不好 所以你要看看 照这个比例 可以五寸八寸的高度把它剪下来 新的 新长的那个枝 然后把下面的叶子剥掉 因为你叶子太多 它水分蒸发太快 它来不及吸收水分就枯掉了 所以叶子一定要剥掉一部分 甚至把上面的叶子 你现在留几个 留四片 这四片 你可能把它每一片都剪掉一半也可以 就减少它水分的蒸发 让它有机会下面长根出来 你长根以后 放在里面你看见吗 长根以后再把它种进去 但刚种你还要保持 因为长根很细很少 它还是有时供给不了它的水分 你才最开始用塑胶袋把它cover起来 要过一阵子 真正活了以后 再把塑胶袋拿掉 那就不会枯掉 要每天换水吗 最好是这样 你看那个跟很热不很热有关系 只要你看水开去有点混浊 你就要换 最好是每天换 有时候一天要换两次 看情形 Yes 请问用什么样的土壤 土壤都 它喜欢就是说 很多腐质土 但要排水良好 你不能把它 种在很湿很湿的地方 它不喜欢 它需要水没错 但排水要很好 就是说 刚种那个不要 但以后你要可以加 我刚刚提过 它有些磷肥你不能太多 淡肥太多也不好 它只长叶子不开花 OK 所以你要斟酌 不要太多太多 但是它比较需要的是 Organic 就是说腐质土 那个它最喜欢 你化学回来可以加 但不要加太多 那用的比例 我文章里面有写 你可以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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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